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站在了天天向上的舞台上 同年4月正式成为天天兄弟 从此开启了天天课后班的补习生涯 那时的Evo初出茅庐 他并没有因为年纪轻轻就步入社会这所大学而感到胆怯迷茫 他喜欢分享他的趋势 他的感悟天真烂漫如小朋友一般 2017小叛逆 正式成为打工人的王一博 结识了很多朋友 这一年他被影证带入了梦寐以求的摩托世界 激发了内心的小叛逆 爱上了大摩托 成为了赛车手 和众多迷地迷美一样崇拜着自己的摩托车偶像 意大利顶级职业摩托车手瓦伦蒂诺罗西 同年也获得了亚洲影响力盛典最佳新人演员 2017年风格大赏 年度新锐议员大奖等奖项 这一年他褪去稚嫩的脸庞 处处透露着成长的痕迹 2018专属舞台 2018年是天天向上十周年 也是王一博的高光时刻 这一年他参加了摩托车赛事 有了经典的锤子舞 拍摄了陈琴丽 也在节目中呈现出了多面迷他 2019流量时代 这一年迎来了他的流量时代 也是宝金风霜的一年 陈琴丽热播使得王一博爆火 很多人说他是一夜成名 其实成功没有捷径 正是那10年的摸爬滚打 才有了如今的白练成刚 这一年是他成长蜕变的见证 他变得成熟稳重 舞台上的表达更加内敛 2019年也是他成长的分界线 从无机无数的少年到沉默寡言的青年 不开心和无奈呈现的淋漓尽致 2020回归 逐渐适应工作节奏的王一博 开始回归少年的模样 他叫卖蒙表情包 变成了王三岁 丙流并没有使他迷失自我 他依然谦虚 不焦不躁 一调有韧镜 还是那个为了梦想不断努力的少年 2021新开始 2021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演唱了十四五藏歌青春恰时来 参加了第一个警察日深情演艺 渴望光荣 旁白中国在出发 解约某品牌 担起青年人的责任感 天天向上的镜头记录了 一个人从青春岁月到成熟长大 巧无声息之间就变成了天天公子 天妈用了五年的时间 培养了一波儒雅的气质 谦逊的品格 让王一博体验了三百六十行 如今天妈宠爱一如既往 从未因为她年少懵懂而放弃 从未因为她星光夺目而沾沾自喜 始终待她如初宠爱依旧 此时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越来越自信 主持能力也越来越好 她是天天向上的正能量少年 她是街舞中专业的导师 认真专业 她是职业赛车手执着不放弃 她是滑板少年勇往直前 在即将开启的下一个五年里 期待未来舞台上依然有她绽放的光彩 时间给勤奋者以荣誉 所有努力都不会白费 万事皆可期 王一博一直在朝着成为 更好的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 天天兄弟王一博五周年快乐 力挺国货 王一博运动代言物料曝光 头戴于服帽 手拿滑板裤盖上线 前不久的棉花风波 想必有很多小伙伴都是知晓的 这件事也因此陷起了国内力挺国货的热潮 国内众多品牌的销售额 也是在直线上升中 近日有网友曝光 以王一博代言国产运动品牌安踏的广告物料 从图中看王一博的服装以黑色为主 头上戴着余服帽 手里拿着滑板 哭盖无疑啊 另外背景也是以王一博的英元色绿色为主 品牌方也是非常懂啊 年华风波这件事 让国产品牌的名气和销售额大涨 事情爆发后 王一博以及其他多位当红语言 都很快和涉及这件事中的多个海外品牌进行了解约 在艺人发布解约声明后 国内很多运动品牌都开始向艺人团队寻求商务合作 当时红星尔克以及其品牌老总 都在WUB上喊话了王一博 由此可见 这对于国产品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之前艺人面对国产品牌的邀约都是拒绝的 现今很多艺人都希望能和国产品牌进行合作 现今很多品牌也谈下了不少当红艺人 而王一博究竟和哪一个品牌合作也成为众多网友关注的焦点 但似乎和红星尔克没有什么缘分了 王一博的商务价值还是非常强的 品牌方选择与其合作是一个优秀的决定 也希望这次力挺国货的风潮能够持续的久一些 并且消除海外品牌高人一等的想法才是重中之重 最后期待官圈啊 太伤感 王一博洛阳最新路透曝光 端向手中物件自在堵物思人 由黄轩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 风奇洛阳备受关注 目前这部剧也正在后期制作中 这也是王一博既有匪后 又一部新古装剧 近日有网友曝光风奇洛阳的最新路透 从图中看王一博坐在室内书案桌旁 身边竟是一些书籍和笔墨只艳 而王一博并没有阅读书籍 手里拿着一件物品 正在细细地端向 神色也非常伤感 不少网友猜测是在堵物思人 那么想必是剧中和宋义之间的某个性物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白丽红义 是比较偏书生妻子的一个角色 武力只为零 在剧中似乎还需要其他人的保护 虽说在武力方面不擅长 但在破案方面却非常优秀 在剧中从小便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并且还欣喜如发 但性格上有些清冷了 在剧中和宋义之间的感情戏 也是备受关注 似乎从小双方被定下了娃娃亲 但两位主演在长大后才见面 并且还非常疏离 不过越是这样的感情线 越是能够引发观众的好奇心 这次的路透中王一博手中把玩的似乎便是女儿家的东西 有网友猜测是面具 也有猜测是比较精美的单子 另外这部剧中黄轩和宋倩之间的感情线 也非常受人关注 这两对CP完全是两种风格 一个是先风后爱 一个是欢喜冤架的设定 四位主人公不论是造型打扮 还是个人性格都大不相同 不过这也让电视局变得更加有看点了 睡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